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指出 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止暴治乱、恢复秩序 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从6月9号到今天 香港的修理风波 已经持续整整60天 越暴越大 暴力活动愈言愈立 社会国际面越来越好 可以说 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 最严峻的局面 中央包裹关于香港当前局势 并且从 暂时和全局高度 研判和部署 张晓明强调 对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活动 都必须坚决追究法律责任 包括追究幕后策划者 组织者和指挥者的刑事责任 张晓明表示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 出现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动乱 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 按照基本法规定 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 足够强大的力量 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 张晓明指出 挺特首 挺警队 是当前稳定香港局势的关键 虽然当前社会上 有各种各样的民意和诉求 但当前香港最大的民意 是求稳定 求安宁 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张晓明希望爱国爱港力量 发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中流抵柱作用 用良知 正气 行动 守护香港 当天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省级政协常委 香港主要爱国爱港 政团社团领袖 有关青年团体 教育团体 专业团体负责人 驻港中资企业负责人等 550余人参加会议 中场休息时 多位参会的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是自己的唯一的家 要好好爱护它 要市民守法 如果市民不守法的话 你这么好的政府都没办法处理 可以共同感觉到的 就是我们全体这边都是以香港为家的人 我们没有第二个家 我们要维护香港的发展 我们明白市民这段时候的困惑 也都是知道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会合力 尽快可以维持安定和社会秩序 让大家心安 我们听得到市民最大的心声 就是看到有一个 和见到有一个 和活着在一个 是安定有秩序 可以有正常生活 安居乐业的社会 这个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的 当天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明 在讲话中指出 这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 保卫战 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当前最重要的 就是要坚决止暴治乱 问控局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